欢迎准时收看价值型投资 台北股市今天是虎年开红盘 指数是开高震荡尾盘收最高 中场上涨225点 收在17900点 今天的成交量也放大到3050亿元 今天的盘是怎么做分析 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永城国际投顾的蔡庆龙分析师 欢迎您 全国投票大家午安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欢迎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本周的盘是怎么做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蔡庆龙分析师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价值型投资 今天台股大涨225点 当然是对于今天的开红盘 下了一个正面的一个注解 也对于美国股市因为联准会的一个升息 而所产生的一个涨势给予正面的一个解读 所以这个盘在封关之前 我给你的一个分析相当的明确 跌无可跌 不然是所谓的恶乌情势的紧张 这种非经济因素 短线冲击 在封关的一个前两天 我说盘会随时强谈 为什么 农质已经大减210亿 减肥的幅度如此的庞大 那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恶乌情势的紧张 从历史经验来看 短线冲击而已 从以往的两岸的一个台海的紧张 所引动的导弹危机 或是南北韩关系的紧张 北韩的四射飞弹 对全球股市顶多是短线 绝对不会造成崩盘的现象 所以短线冲击不要担心 重点是筹码面 很漂亮 所以在封关那一天 台股小跌 那封关期间 刚好遇到联准会的一个 所以要不要决定升息的一个会议 那经济的好转 联准会我说过 势必会升息 只是说升息四次五次六次而已 否则通膨没办法抑制下来 所以这个盘式的一个架构 我在封关那一天 告诉你 联准会的一个升息动作 有机会让台股利空出尽 美国股市也是如此 所以美国股市 在我们封关前 他有没有做出一个升息的动作 联准会的一个预告 三月份会升息 三月份会升息 就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封关那几天 升息完之后 你看到大五球的一个走势 涨势 涨多 小跌而已 美国科技股也是一样 当联准会确定要升息之后 它是涨势居多的一个格局 大涨之后小回 不用担心它当然还会再涨 所以我在封关那一天 特别的告诉同妙 这个盘 非常有机会利空出尽 大盘跌974点 从高点下来 跌幅5.2%而已 但融资已经大减237亿 达到8.3%的幅度 其实在封关那一天 融资额又大减了41亿 所以正确来讲 融资的减肥幅度是超过9% 将近9.8% 所以这个盘跌无可跌 跌无可跌 不管是俄国乌克兰情势的紧张 让台股已经跌不下去了 联准会的一个升息 只是在反映景气行情的一个到来 你所要把握的是 现在不是靠资金行情 不是靠以前的货币的量化宽松政策 推升的一个涨势 而是靠基本面 而是靠经济面 所以之前就跟你分享过几则数据 联准会的一个升息周期 美国股市涨更凶 不管从数字或是所谓的一个图表 我都给你告诉 很重要一件事情 不要怕升息 升息是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好转 那既然经济基本面的好转 股市应不应该涨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道理 所以今天的台股上涨225点 合情合理 合情合理 融资的一个下降幅度 9.8% 已经减肥了278亿 所以这个盘不会只有涨一天就结束 因为我之前就讲过 这波的回档修正 ABC波的修正有点超跌 超跌的个股 它必然伴随着超额的利润 如果一些股票 它的基本面非常的优质 它的一个筹码面非常稳定 比如说融资余额在低档区 你就安心的跟我报股过年 所以这场创委 在封关那天 一根黑鸡棒打下来 打到194 我接回的成本附近 我们告诉你 要报着过年 相信他今天走势 应该会让观众 跟我的会员非常的开心 什么是开红盘 如果你股票 今天 不会大盘今天盘中了一个震荡 而是慢慢的定高 往上拉抬亮灯 相信是一件 令人非常快乐的件事情 这样股票 从1月10号 打到172.5 营收创新高 年长率高达9成的机油股 172.5收脚只跌是买点 1月14号 第二只脚买点179 我告诉你一样低接 多是在相对的低档 第一只脚第二只脚 涨了24%的一个创围 我们在1月21号 210先短卖一趟 这时间价位都跟你对过了 对 210附近卖 当时候在210.5 保证一定成交 你自己对市对价 那210卖掉的一个创围 股价打下来 来到一个相对低档 做接回的动作 接回的位置在194 对 这时间价位跟你对过了 所以高点210卖 194接回的 这样一个价差的动作 大概16块钱 有时候如果你有能力买10张的 这一趟的价差16万 所以创围194接回之后 往上拉抬 封关那一天 黑黑棒 打到194.5 抱着过年 抱着过年 第一趟的动作 对 20几% 194接回 往上走高的回撤 我在封关那天 已经跟你讲过 这样我对盘式的看法是涨 创围的基本面 创新高 连长于高达一倍的机油股 你需要担心 七天的一个封关 假期吗 不需要吧 有七老师 陪你 我不能说陪你过年 陪你看盘 创围 你是不会担心 这一根长黑 至少你第一趟 有先赚了二几% 那买在194的相对地党 封关那天回到成本而已 是不是 你担心什么 你在害怕什么 你还在每天盯着 所谓的电脑萤幕 或是电视机萤幕 到底俄国跟乌克兰 两国之间 是不是真的会打起来 有那么容易吗 两国的战争 如果那么容易打起来 那早就爆发第三次的世界大战了 所以这个党创围 我们在1月26号 长黑打下来 抱着过年 抱着过年 今天呢 尾盘亮灯 来到213.5 今天继续地 赚 涨停 你所看到创围基本面 之前就跟你分析过了 创新高 年成长将近一倍的机油股 你所看到筹码面 融资水位 不停地往下 创新低 筹码面的优势 以及基本面的一个成长的力道 所带给你两次在194的买点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掌握住 如果这一趟二十几%没赚到 不会可惜嘛 那194呢 194呢 你有没有跟着动作 是不是 在1月24号这一天 194有接回吧 接回之后呢 封关那一天 最低192.5 你要买194一定买得到 因为收盘是194.5 两次的买点 两次的买点 第一档吧 抱着过年 是不是 所以今天创委 没有让会员 以及观众朋友失望 他亮灯 对 他今天继续帮我们会员创造 一根掌停板出来 是不是 所以两趟的操作 有没有超过三成 相信投票 你应该很清楚 纵使 大盘 今天才小涨225点 但创委呢 累计的报酬率 已经超过三成了 所以呢 选股 确实 是比你对所谓的一个 不管是 恶务情势紧张的看法 或是联准会升息 接下来的一个 国际股市的动作 要有所依据 价格投资概念 党党呈现的是机油股 品质的保证 不是机油股 我不会带会员买 这是我对会员不便的承诺 所以这档 反甲 电动车的干领股票 它是宁德时代 跟比亚迪的一个最大供应链 12月22号 整理末端 形态刚突破 我当时买在178 178买完之后 来到199 波段高 这样20几块钱 那1月7号 这根长黑打下来 收最低 一样在178 买还是卖 买178可以来到199 这样20几块钱 当它回测我的买点 当然是买点 因为我在隔天1月10号 告诉你还假不跌了 当天最低173.5 收盘181 所以在178附近 反甲当然都是买点 是不是 这边都在178 甚至更低 往上电高 封关那天 189.5 抱着过年 抱着过年 毕竟反甲 是中国大陆 最大的电池厂商 领得的最大供应链 所以 我说抱着过年 我在封关前 也跟你讲过 只要我选了股票 在封关前 没有出托的 当然是安心的抱过年 因为我看涨 盘市看涨 逢低 要会承接 不要因为 七天的一个年假 没有开盘 你就跟市场上 一波风一样 每天都在卖 农资予额每天都在减 封关那天又大减41 筹码面太漂亮了 真的太漂亮了 所以今天台股上涨200多点 合情合理 小额科而已 所以这一档反甲 很明白了 藏黑打下来 是找买点 不是找卖点 是不是 然后往上电高 封关那天抱着过年 今天反甲 开高之后 震荡洗盘 尾盘亮灯 来到208 真的很漂亮 关键性的你们一脚 在这一根藏黑 要赚取波段的一个分析 在封关那一天 告诉你要抱着过年 没有错吧 所以今天亮灯 而且创下波段新高 208 这一波它已经涨了24%了 你看一下它筹码面 融资一样创新低水位 是不是很漂亮 就是从台股的一个机构 每天融资都在减 每天融资都在减 代表市场上 多数的朋友 是不敢报股过年的 融资减肥的 将近278亿了 你自己看一下 从高点下来 每天都在卖 跌也卖 长也卖 跌下来是找买点还是找卖点 卖得更凶 卖得更凶 所以为什么散户永远是输家 一波风的心态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凑热闹 你为什么常常去凑热闹 因为你没有专业的素养 你没有专业的一个知识当后盾 你就容易随脱逐流 看一眼是一眼 对 人家讲说 联转会升息 所以接下来国际股市要崩盘 真的有崩盘吗 联转会升息之后 美国股市是大涨小回的格局 没有崩 反而往上走高 是不是 所以有眼见的一个分析师 在盘氏悲观的同时 会告诉你是找买点 不是随意的找卖点或是放空 所以今天台股上涨225点 很精彩 我们推荐的 繁甲今天亮灯涨停板 再创波段新高 本波段已经涨了24% 创为两波段的操作 超过三成 今天一样亮灯 是不是 所以这个行情 不会只涨今天225点就结束 你大胆的跟我一起来低接 另外一档电动车的干领股票聚合 高点卖完之后 1月20号 5 6.8 收缴止跌的买点浮现 要懂得低接 礼拜尔封关前两天 黑K棒 为什么没有大涨 没有量 所以我说这档电动车的聚合 补量就涨 那封关那一天 台股是开高走低 跌26点 至少聚合它是不跌 今天具有表现 红K棒 等量来助攻 因为今天量的一千多张 量还是不够 但是我认为像这种有前瞻性的一个个股 它只要放量就会大涨 所以对于未来开红板之后的行情 不晓得如何掌握的 那今天公司再度的给同票三天的机会 红包三重座 除了公司给你一包大红包之外 另外秦老师给你两个大红包 为的就是要帮你掌握住 现阶段开红板的行情 你有需要的自己打电话进来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明乐 好 那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蔡老师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你回到价值型投资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环球金今天股价破底 这张股票我之前的一个操作 相当的积极 来看一下 1月3号897高点有卖 累计的报酬率如此的丰厚 那高点有卖 打下来回测缺口是买点 记得吗 当天最低818 我没有买最低 我接位的位置在831 时间价位跟你对过了 没有错吧 那隔天又刹下来 开高走低来到819 我说还是买点 你可以买更低 比我的一个买进价位831 更低的位置 长黑 我说还是买点嘛 接下来它上涨 来到898 涨80块 如果这个位置卖掉是更好 但是并没有嘛 对 因为我讲过 慧云也在看我的节目 也在跟我对时对价 没有卖在这个位置就是没有 我卖在1月17号的835 这时间价位跟你对过了嘛 当时在836 所以这一趟的操作 环球金没有赚钱 进价点831 出价点是835 有点可惜 虽然有点可惜 但是不卖 总比不会卖 要好很多 因为整个环球金 1月17号835如果不卖 这个位置不卖 它往下秋盛 来到762 完完全就来到762 为什么要卖环球金 筹码送洞 外资已经开始调节了 所以没有卖在一个 绝对的一个相对高点 卖在次高点 所以这个位置有卖 接下来的一个动作 你就会比较安然度过 股价的回档修正危机 今天环球金 股价更低 达到711 我卖835的 这样不卖 一张差了124块钱 10张等于差了124万 所以有没有卖是不是差很多 是不是差很多 你继续回顾一下 这个动作很扎实 我如果要欺骗会员 我如果要呼嚷电视的观众 我就告诉你 我这个位置 898那天我卖了就好了 我也不用秀出口讯 来跟你们做交代 我就说我高点有卖 对 等到今天跌下来 今天跌到711 我就告诉你 我接回的位置你加 然后我卖这边 是不是更漂亮 这样差距更大 但是 会员也在看我节目 也在跟我对时对价 所以卖在835 就是卖在835 是不是 那整个一个环球金 今天打下来 成样8000多张 下杀取量 下杀取量通常 低点不会太多 也就是说今天的环球金 为什么会跳空下来 为什么 合并德国的试创破局 所以要支付所谓的 将近5000万欧元的交易税 那对它的EPS影响 大概3块多 环球金 每年度的EPS 30块钱以上 3块多 其义来讲影响不会太深 所以如果环球金 你高点有全身而退的 有卖在800以上的 今天来到711 下杀取量 我认为会开始整理 我认为会开始整理 整理完之后 筹码一旦稳定 比如说融资随位 因为这个利空下 不停地创新低 然后外资的一个筹码面 反卖为买 那环球金 就是你的机会 好不好 所以这场机优性的个股 遇到这样利空 其实应该是找买点 另外 今天联电 表现非常弱势 藏黑破底 53.7 那这场股票在封关前 法缩费 公布的一个资本支出 30亿美元 比去年度当然要增加 要成长 很多人认为是利多 你是不是这样认为 资本支出增加 比去年增加 还蛮大的一个差距 但是为什么这样的法说 因为公布之后 美国的ADR是重做的 带动封关那天的联电 是吓杀的 为什么 其实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台积电 今年度的资本支出 至少400亿美金 联电呢 30亿啊 你觉得哪一家公司 它的经济规模值得你投资 值得你买 这是一件很当然而 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 但是偏偏 普通名就喜欢 同一个族群 买比较低价的 认为买比较低价的 比较安全 你买的比较安心 对吗 台积电的股价 为什么是年电的 大概是十几倍以上 为什么它的支出 可以高于年电的一个资本支出 超过十倍以上 代表它的订单 绝对超过连电的十倍以上 所以才需要扩增资本支出 来应用这个一个订单需求 所以同一个族群 要买就买最好的 那一档机油性的个股 而不是去买第二名 第三名的 认为它会有补涨 补涨吗 补跌才是真的 你看到是补跌 所以连电的一个架构 像这种弱势股 不建议逢低摊平 但上来 这一样会找卖点 好不好 要懂得逢高 站在卖方 如果你手中有这种弱势股的 提供给你做参考 所以行情 在融资大减了 快300亿的一个架构 连准位的升级 已经让美国股市利空不跌 台股一定会反映这个行情 所以一些机油性的个股 你还有机会 低点上车 好好把握一下 1月18号的发行科 第一只脚上去 拉回打第二只脚 这叫黄金右脚的买点 预告完之后 它有没有拉回 151 标准的黄金右脚买点 所以我对华兴克的规划 封关之前 告诉你它会上去 通常第二只脚的一个 力道会越过第一只脚的高点 会越过第一只脚的高点 越过完之后还会再回撤 回撤这个低档位置再继续走高 这我对华兴克未来行情走势的研判 我不敢说我划线给股票走 但是一档股票未来怎么走 我心中自然有专业的定见 你要跟着我规划行情来走 所以今天华兴克红K棒跟上来 好不好 跟上来 另外一档被动元件的个股叫凯美 目前低档 每月营收年成长两位数字的旗油股 所以低档区风险其实蛮低的 所以今天11.54分告诉会员凯美 每月营收年成长两位数字的旗油股 90.2附近买 当初价格在90.2 你去对时对价 买在这个低档的一个发动位置 买完之后收盘91.8 几乎售最高 所以未来行情不晓得如何操作的 今天公司再给你三天的机会 我们包三重座 为的是要帮同朋友掌握 开红版的绝佳行情 你有需要的记得打电话进来 我们把时间交往给明乐 感谢分析也提醒观众朋友本公司 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仅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也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